在武汉汉口火车站边上的东方建国大酒店一楼大堂 一个24小时不打烊的爱心超市 深受医护人员的喜爱 2月22号晚上6点钟左右 中兴社记者来到了这家爱心超市 一进酒店大门 就看到不少刚刚下班回来 或准备上班的医护人员 正在挑选自己喜爱的美食 我是这边工作的医护人员 我今天是晚班 马上就要去上班了 每次我们在出发前呢 都会在这儿很晚一个糖 吃点乐的东西 我觉得非常感谢 这个爱心超市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温暖 真的每次在下晚班和上晚班之前呢 我们都是满满的感动 护士长谢湘梅介绍说 他们是来自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医护人员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来了200多名医护人员 住在东方建国大酒店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酒店大堂居然有这样一个爱心超市 不仅免费吃喝 还在饮食的变化上下足了功夫 根据我们的口碑做了我们喜欢吃的东西 我们来自南昌的 然后特意给我们做的辣的那个花卷给我们吃 那个银耳也很好吃 很贴心 最大的贴心 都为我们处处考虑到 回来都有吃的 而且是热乎乎的吃的给我们准备好了 很感动 据了解 负责爱心超市的 是武汉汉口火车站地区综合管理办公室 党组书记余月如介绍说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他们负责入住在东方建国大酒店的江西医疗队 278名医护人员后勤保障工作 但余月如和其他同事发现 由于医护人员经常有夜里和凌晨上下班 给他们及时提供热包子热烫一类的食品 能及时补充体力 于是爱心超市诞生了 它有10点半回来的 有下午3点回来的 有12点 然后有凌晨2点 也有凌晨4点的 咱们这就是不会断 不会断 所有的食品是完了我们就补充 然后至少保证有两名工作人员 给他们提供相应的服务 我们是1点钟下班 但是因为不是隔离病房 然后出来我们要洗漱 搞一下也要两个小时 那么到这里估计要3点 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是很热情 他们都有职守的 我们一来他都很热情的说 你要吃什么什么怎么样 反正我们感觉也是挺温暖的 特别是夜间 当前武汉的气温也还比较低 是让医护人员网上下班回来之后 能够有一些可口的热食和可口的热汤 来补充他们的体力 让他们有更充沛的体力 投入到一线的就职工作当中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